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今天大小事 我是李斯端 收看今天大小事 保证有收获 不管你有没有使用 不管你对它的印象如何 外送员跟外送饮食 外送美食或者外送经济也好 绝对是2019年台湾最热的一件事情 大家讨论非常之多 我们今天去想以这个主题 跟你谈一谈 究竟外送员这么多的外送大军 他们未来的前途 真有那么样的光明灿烂丰收吗 外送员的明天会是什么 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是Micky Micky是有名叫女士 叫做重机送外送网 之前有骑过重机外送 所以你用重机车来做外送 有这样子特别有人会指定找你吗 我们没有办法指定 我们都是公司派单 如果今天也可以指定的话 会不会很多人让因此特别找你 或许有可能 一定下来想看你的车子 想看你骑在车子的样子 对不对 还另外是郭焕成兄 这个也是郭董 郭老板 你是从外送员 然后自己现在变成了投资者 换言之 你的生命中是也在往上的 来自己来奋斗 我先问一下 做老板跟做外送员 对你来讲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做老板 你要负担一些更多的责任吧 真的 那外送员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 对 因为我们就是接受平台的订单 然后去取餐 然后送给客人 就这样就好了 现在说老板呢 说老板因为就是压力就比较大 因为就所谓成本 你要看你送货员的脸色是不是 也是需要啦 但是毕竟当老板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因为目的也是希望我们业绩 可以蓬勃发展嘛 OK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一开始我们看一下就是 其实台湾人把这个外送经济 为什么觉得它蓬勃发展 因为这几年真的发展太快了 那我们大家都根据一个数字 是经济部 它用台湾的所有的 外食餐饮的这个数字总和 大概4700亿 然后它里面用外带的 它乘以一个5% 所以得出了叫做 237亿的外送经济学 换言之台湾人叫外送的 在2018年可能237亿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今年可能应该 会突破300亿了 有可能这个数字要不断成长 也因此你们两位 就在这个洪流 或者热潮当中 我先问一下 Micky 你现在做这个外送的工作 有多久 大概半年了 半年 对 半年以前你在做什么 半年以前 我刚好前任 就是车祸 所以刚好在家修养 不是被送货员抓的吗 就是 我就是因为修养 很常叫外送 然后就变成 自己也来送外送 休养的时候常叫外送 然后呢 他们怎么引起你兴趣的 就是刚好觉得既然都是 就是都请叫外送来 那干脆我自己去 自己去送 然后因为我喜欢骑车 对 可是如果我有这种经验 我不会想要自己也去尝试 那个 总而言之 骑机车你是本来就是喜欢骑机车 对 但是你骑的机车是重机 对 OK 所以你是想把两件事合在一块 对 就是而且我们时间比较弹性 一边骑车一边外送这样 一般的送货员 我不知道一般送货员 他们的机车是要自己配配 还是商家会提供 自己 要自己的车 对 那你用重机来送外送 有特别的好处 或者给顾客带来特别快吗 一方面是自己喜欢骑车 所以就变成一边骑车 又可以一边送餐 因为以前平常都是只走骑车 现在只能等于多了又可以赚钱 又喜欢骑车 又可以顺道赚钱 对 你有没有看过其他的那个送货员 他们外送员是跟你一样骑重机的 有 也有 也有 有没有两个 你们互相会叼来叼去吗 其实会打个招呼 这样聊个天 你会不会觉得 你骑重机比其他的外送员 在机上碰到的时候 你比他威风一点 不一定 怎么 转小巷子的时候就没有 啊 转小巷子的时候 你可能不太厉害 他比较厉活 OK 那换成你是跟这个行业接触多久了 我五年了 五年 对 那五年以前呢 五年前 你说五年前吗 对 我就是一般在超商工作的员工 OK 那时候的台湾有没有很多的外送员 没有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外送员应该只有不到60个 我记得那时候 我当然老了 我记得以前就是所谓顶多店家自己 他配了他的员工熟客人去外带 还有就是台湾的素食店 对 他们有的 所以那你跟这行业又怎么开始了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打算多找个监裁 当初一开始讲说我需要多赚一点钱 多赚一点钱 所以我就想要找个监裁 那我本来想去做素食店的外送 那去应征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路边遇到一个外送平台的外送员 那我就问他们在干嘛 然后他告诉我一个让我蛮惊讶的一个薪水数字 那我就觉得反正都要去素食店外送 那就都一样就做这个外送平台 他告诉你的五年前 五年前 你的数字是多少 那时候就有十万了 啊 你在路边就碰到这么一个人说他有十万的收入 对 你就那么容易受骗 不是 但我也觉得因为以那时候那个当下的薪资水准 我觉得 要我也听得吓死了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啊 对 但我后来就觉得那反正就去问问看好了 OK 后来发现真的有 我就觉得这行业真的是 可能因为他刚刚好正在开始 所以我就觉得那没关系 我们就搭上这个机会吧 反正薪水高我们就先做 好 所以说你是五年前 你是半年前 我先从五年的开始好不好 你在五年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你的印象最深刻 当这个外送员 也许刚开始 哪一段过程你觉得是 最值得回味的或者最痛苦的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对这行业就是充满好气 那自己就去研究说 那外送平台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那为什么我可以拿到这么高的薪水 对 我一开始想把它是这样子 那你说比较痛苦的 因为我挣扎了很久 因为外送就是在外面吹风淋雨晒太阳 我一直在觉得 我真的适合这个工作吗 因为实在太痛苦了 对 因为你看外面下大雨 我们也是在路上冲 那其实安全上 你会骂那个客人吗 这时候叫这个烦死 这真的很尴尬 当大家都觉得不方便的时候 其实平台的订单数是最多的 可是你一般碰到送到地点 那个消费者给你的脸色是毫无反应 还是真的是有那种很谢谢你 其实大部分客人他都很感谢你 大部分客人 对 那如果有那种就是 有些客人他其实是不方便 那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尽快把东西给他 有没有哪一段的故事 你愿意跟我们分享 在你的这个五年的送货过程当中 对我来讲比较有印象 大概就是我们送餐到客人家的时候 那有客人他可能他家宠物 因为我们一开宠物就跑出去了 然后客人就在门口大叫 那我们就是赶快帮我追 我还真的就跑出去追了 对那也有遇过那客人 那女孩子就是在大喊 里面有蟑螂 然后但我们该怎么办 你送的东西里面有蟑螂 不是不是是他家里面有蟑螂 你帮他抓 我们不可以进客人家里 你抓什么 抓蟑螂啊 为什么你送的客人家里都有蟑螂 然后你抓到了没有 有啊 他很感谢你吧 对 那你送的东西不都是凉吗 你还去跟他帮他抓这些事情 那就是一个刚好发生的巧合 那我们就去帮忙 有没有让你很不舒服的那种遭遇 不舒服啊 嗯 比如客人的颜色 或给你的语言 或者有没有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就有快乐的一面 但依利盈你说痛苦一面 就是外面风吹雨打 但是最主要是你跟客人的 直接接触 有没有让你觉得 嗯 怎么有这种客人 其实老实说我做五年了 我都觉得还好 都还好 因为如果以客人的角度 去思考他的行为的话 老实说你会觉得 好像也蛮合理 但如果我用外送的角度 去思考他的行为 我就会觉得 除了刚刚的抓蟑螂之外 你有没有哪一个家庭 可以透露 是让你最惊讶的家庭 有没有 完全想不到 是这样一个家庭 最惊讶 好像还好 没有到很惊讶的 对 抓蟑螂我觉得已经 蛮 已经蛮过分了 总而言之 那我问一下 送货员 你刚开始碰到这个人 五年前 他跟你讲是十万 你后来在你的送货过程中 达到这个数字吗 收入 其实我发现 他需要付出时间 他并不是一个路人跟你说 可以十万 就是可以十万的事情 但你努力 有去充这个业绩吗 有 他可以 你真的有达到十万 有 我看到一个数字是 大概你要送 大概 一千个单子以上 一周 一个月 一个月 一千以上 一天可能要 四十到六十趟 差不多 如果要一千这个数字来讲的话 好 代表你根本没什么休息 对 所以当你拿到那十万块的时候 甚至更高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是满足高兴 还是 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其实会疲累 老实说 做这么久了 因为如果每天都上这么长时数的话 后来 其实我就决定 与其要这样子 就是每天这样子乘 那我不如应该仔细想想 我的需求到底到哪里 这你聪明 我就要问一下Micky Micky是半年 OK 你的过程当中 拿到最高的数字 有没有到十万 没有 我没有到那么多 你自己有没有定个目标 有 达到了没有 是都有达到 就是我觉得 我每天如果出来上班 至少要到一千两千块 然后才下班这样子 就是一个小目标 达到两千你就 就休息去 没有就是 比较放松一点 就不用那么紧张这样子 所以一个月大概三到五万 那幻球你觉得 看他这样子 他能做多久 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他这个数字 他就是两千块 他就满足了 就是因为讲的 就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所以在你们看 这个外送员 他是把自己目标定得很高 很心情地去拼那个业绩 他们可能做得比较久 还是像Micky这种 我就见好就收 我觉得大家都容易 被这个十万的数字 有一个迷思 就觉得 好像别人可以 我也可以 对 的确你愿意来这边付出时间 你真的可以 迷思 我们休息一下 请你们两位告诉我们 这个迷思何在 然后我们看看 外送员他的未来是如何 稍微休息 欢迎回到今天大小事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 外送员这个看起来相当热门的行业 究竟他的明天是一样的灿烂 外送员这行业真的可以达成终身的事业吗 今天请到了就是换成给Micky 我们刚刚在我们中间休息过程中 发生一个小意外 我跟他杯子倒了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的过程中一定有意外发生 客人叫得好好的 精美的美食 他等在家里等半天了 结果 保证一下 有吧 打翻了 撞到什么东西就翻了 翻了 你翻的最伟大的东西是什么 最伟大的 受死吧 因为单价高 单价高 单价高 你可以把它捡回来 客人可能没有发现 好吧 他不倒掉 不倒掉 不倒掉 不鼓励啊 所以呢 那倒了之后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依照平台的规定 那我们就是跟平台报备 那会有平台的客服跟客人联络 对 那你的感觉呢 我自己感觉就是 那当下真的是 对客人很抱歉 因为毕竟他已经等待了一段时间 结果我们到了他家 然后东西还打翻 因为他东西也没得吃了 其实心里 我自己的心里是不好受的 那一次是意外 还是你的技术不好 第一次一定是技术不好 后来就只会有意外 只会有意外 你呢 你也有打翻过东西 也有 我有一次是比较糗 就是看到客人在那里 我要走过去送给客人的时候 在他面前跌倒 我直接在他面前跌倒 然后树就打翻在地上 那怎么讲 然后我们就对看了一下 说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感觉很饿 很想吃的感觉 你给我寄的 我说不好意思 我发现很多客服 那我很喜欢找你来 看你送回来 还有喜剧效果 他很痛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真的会有这种 当然就是情况 你没有送过 现在我看了很多的报道 外送员送的不仅是食物了 有吗 你有送过别的 现在还有是像宠物店也有合作 或是卖场 你有送过这些吗 我有送过就是要拿一箱 那个可乐 一箱可乐这样子 然后要扛可乐给客人 这个很乖 我问了一个很笨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大卖场去买呢 因为他要自己扛回家 就叫你扛 请外送员帮他扛回家 真的 家里需要五桶瓦斯 那你也要送吗 没有 还好平台没有这种东西 对 还好没有 所以外送这个行业 现在开始复杂了 也许有人期待不一样 但我现在回到我们刚刚 上一集一个最大的主题 就是我们听到很多外送员 当然外送员 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 好像来得好 而且他的自由度高 甚至他的工作时间独立 你先告诉我 这是迷思 跟我们告诉你 为什么你认为是迷思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在 例如说 可能听到周围的朋友说 做外送可以赚多少钱 但其实他没有想到 我为了要这个金额 我要付出些什么 当然最主要就是时间 在你的风险跟安全 对 那我自己觉得是迷思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设定 自己的需求到哪里 然后透过平台 他的所谓的奖金的方式 奖金的制度 去好好地设计一下 我一个月到底要在这上面花多少时间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 或者是你就整天 整个月甚至整年 都在做外送吧 是为了那所谓的薪水高 这样子就像人家讲的 你想要薪水高 在你的五年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因为交通意外受伤了 我自己 我自己算是没有 对 但是你其他的朋友呢 但因为同事蛮多的嘛 那就会 偶尔就会听到 谁出车祸这样子 算是蛮 我们没有科学数字 但他真的会比一般骑机车 在路上所发生的肇事几率来的 特别的高吗 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 我们其实是在路上 骑车的一台车而已 嗯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路边的摩托车 嗯 但因为 因为大家都会想要 嗯 多接一些订单 所以 就是会 油门会灌的比较大的一点 所以几率是会高的 我认为几率是有的 OK 但就像我刚刚讲的迷思 你应该去设计 让自己如何安全 然后 嗯 其实我都说啦 就是平台 外送平台这个东西 应该是你 做越久 赚越多 嗯 但如果你今天因为一个不小心 然后有状况 其实你势必就得在家里休息 我们就以Micky来 他现在来 我们就以他的例子好了 嗯 他现在是大概一天 两千块钱 你准备一个月做几天 一周做几天 一周 最多我其实每一天都有上班 OK 所以可能25天 对 差不多 25天那就是 哇这多少钱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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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一个月做到5万 嗯 你现在到做了半年到现在 达到的目标了没有 嗯 有 有两个月 三个月达到 那5万里面你的成本有多少 你的机车油啊什么东西 你又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还好 因为机车加一次油就是100多块 OK 然后另外就是换机油 好 对 但是你花的时间 是多少 你一天里面大概 你就几个钟头 嗯 嗯 我最多可能也到十五十六 像我最近都会送到大概半夜两三点 哦 对 你有没有做别的兼差 嗯 有 OK 对 所以你的六个月下来 你觉得你的目标达到了没有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毕竟我把这张当 算兼差 就是我额外的收入 所以对我来说是有 我们以他的例子来讲 兼差 就是我还有别的收入 嗯 第二个我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间 大概一个礼拜 算是蛮多的天的 五天六天 是吧 然后最后到五万块钱 这个规划在你来看 你觉得 我看的话 我其实会算它的平均时薪 平均时薪 对 因为 平均时薪要算到最后 什么样的数字 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我认为平均时薪必须要落在 200到250 嗯 要不然老师说 就 我就去便利商店 或去教育站打工就好 而且便利商店 可能你 你被摩托车冲进来 撞的机会 还不是那么高的 应该是蛮低的 对 所以 以他来讲 他这半年的付出 我们先不要讲 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其他的 也许他的 你觉得他划得来吗 如果以前这件事情来说 他只是兼差 用一个比较现实的 外面找得到5万的兼差吗 嗯 这也是好 好的比喻啊 对吧 找不到 可能找不到 理论上 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专场 对 或特别特殊技能 对 不然老实说不要说5万 其实你想要找到3万的兼差 大家都没有 大概都找不到 好 Micky赞成这一点吧 至少这个兼差数字是蛮有的 对 好 那以他这样子 未来你觉得他应该规划多久 继续规划下去 继续做吗 我认为 他应该替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嗯 然后告诉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呢 应该这么说吧 请你帮他讲 他在说他自己的目标 以你现在你是前辈啊 你来帮他想想 你觉得他的目标 应该接下来怎么做 你大致了解他现在这半年的成果了吧 嗯 先替自己想想 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嗯 那不管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最重要一件事情叫做钱 那你去规划出你需要多少钱 利用这个兼差 然后呢 把这个金额达到 这样子你才可以去做你下一件事 你想要做的事 嗯 因为这就是一个现实啊 对 今天不管外面的工作 薪水一个月有多少 那我们愿意出来多赚一点钱 原因就只是因为我们需要 这一份多的收入嘛 对啊 但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花时间 在这个兼职上 嗯 所以应该利用自己所获得额外多的钱 赶快替自己想想自己的后路是什么 下一条路啦 对 这样子才有办法 你你才不会一直在外送鱼里面 一直轮廓 你好像是个深魔远虑的人 哈哈哈哈 你呢 你的自己的目标呢 因为我目前也还会就是自己接小K 就是设计啊 画画类的 然后因为这份的话 因为他时间我可以自己安排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别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可以不用排班 可是有空档时间就可以接 所以以目前来说的话 应该还会再做一阵子 多久 这一阵子大概多久 还没有特别设定 嗯 对因为我目前主要是因为我还在车祸休养中 所以我还没有办法找太阵子 你觉得你不会再做多久 最久 可能一年吧 最久不会超过一年了 我觉得 所以刚刚换成的意思其实就是 你必须针对你这些守折的收入 你自己要做一个非常合理的去 均算一下你的成本多少 去规划 然后你的目标在哪里 一旦达成了 你可能就要思考这条路要怎么走 所以我问两位 究竟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主题 外送员他们的职业生命到底有多长 对我来说 愿意做你可以做一辈子 但是这前提是你必须得自己想想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嗯 而不是被这个所谓好赚钱的感觉麻痹 因为你被他麻痹你就 那你鼓不鼓鼓别人做一辈子的这个行业 我认为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嗯 你需要钱 你有所谓经济压力 或者是也许像我 我并没有什么特殊专长 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获得薪水的一个方式 你呢 你觉得呢 这个行业可以做多久 我觉得我也觉得应该 对我来说应该不能做一辈子 因为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觉得我会想再去学学其他东西 因为外送这个东西变成说 就是你只是把食物送给客人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被取代啊 所以我觉得没办法做一辈子 但它是一种经济上的一种方式 但不应该当成一个目的 对对我来说是这样 OK 所以患者你今天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你现在已经是一家这个虚拟厨房的老板了 前面上的两道菜就是从你们厨房生产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特色是泰式料理 还有日式 OK 泰式干日式 所以你还是从 一定从你的售货源过程当中 你领悟到什么 我自己的想法是 既然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得替自己想下一步是什么 嗯 那刚好跟朋友就是有这个想法 也觉得外送市场理论上 应该是会蓬勃发展 嗯 那我们就想说那我如何利用我所知道的 那我是不是能够有多另外一份收入 嗯 对说老板老实说我是觉得还好啦 投资家 投资家 就因为就多了一份收入 因为我也会想啊 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做外送人 那我至少还有另外一份收入 以纽约时报的报道来讲 就是说目前外带经济大概每年两倍的成长 嗯 哦 他们估计全世界现在是350亿美元的市场 十年之后 3650亿美元的市场 嗯 台湾现在才200多亿台币 十年之后你看呢 两位老板就在这边了 谢谢您 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大小事 祝您每天都有好事可能 各位 Ni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